我们这一节要来看一下怎么样去刊登一个影片广告 那首先我们希望这个影片广告不只是在广告的地方出现 我们希望在这个粉丝页里面也会出现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有刊登过广告的话 你一定会发现 如果你在这个广告后台直接刊登广告的时候 在这个脸书的粉丝专页的那个文章里面 贴文里面并不会有那一则广告的内容 所以我的这个方法都是先把这个素材先刊登在这个脸书的粉丝专页里头 先贴文先贴完了之后 我们再去后台刊登广告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先在前台去刊登这个影片 那我们就点选然后选择影片 就先发布一个贴文就对了 好我们现在选到我这个广告用的这个MP4的影片档案 打完开启 它开始上传了 这时候我要针对这一个影片去写相关的文案 我们先等它上传完毕 其实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写了 可是它 我在上传的时候它就开始播放了 我觉得好吵 影响我的思绪 应该怎么办 等它播完吗 这边有字幕 可是我并没有弄字幕 所以算了 然后写上标题 标题就是 古董 播完了 好 现在不会太吵了 古董百年潮 投资 古董百年潮 投资 古董百年潮 投资 古董 好 标签打的时候如果有出现的话 那你就选它 如果没有出现就算了 因为这个标签就是 假设 你看它上面有标注 标签可让影片更容易搜寻 而且标签不会公开显示 这个标签其实有点类似分类 就是在脸书里面 你的这个影片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别 那如果你选到的这个类别是存在的话 那人家在看某些影片的时候 你的底下出现相关影片 就有可能显示你的 因为你们是相关的标签 一样的标签 那就有可能增加曝光的几率 所以你去输入一些相关的 跟你的影片相关的标签名称 如果找得到的话 那就选它吧 好 然后在这边上面写 投资股东百年潮 好 这个可以之后再修改 我现在先把它发布一下 这边可以去新增缩图 那如果你觉得说 第一张这个缩图你觉得OK 那就不用去理它了 如果你觉得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 它有十张 你看这边有总共有十张 你可以去选择你觉得比较适合的 那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就自己上传 在这边新增缩图的地方 自己上传 那这边的上传方式 就是有新增制定图像就可以 你就可以点击它 就可以去上传你的图片当成封面 譬如说我选这张 开启 它就可以当成封面 那另外一种是从影片里面选择 那影片里面选择呢 选择哪一张 随便你 它这边你可以自己去拉 然后任何一个影格你就可以把它抓出来当成这个广告的封面 影片的封面 那我先取消 我刚才那张图片就可以了 然后按发布 那这个影片呢 它就开始在准备了 好 这时候已经完毕了 上传完毕了 影片已经开始了 那这时候呢 你有两种推广的方式 一个是按这个加强推广贴文 在前台 就是粉丝业前来直接点这一个 好 那我们等下再开始 我要先来修改一下这一个前面这个文案 这个文案很重要 会写的好的话 人家的点击率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现在修改一下 这时候呢 我先去这一个把文案写好 然后我要把它导引到这一个页面来 这个页面就是我们的销售页面 销售页面 然后呢 这个页面我先把这网址复制起来 然后再把文案写好 然后呢 我到这边来点击一下 编辑贴文 因为刚刚上传完毕了 所以按编辑贴文 然后在这边 投资百年古董抄 OK 标题把它弄清楚一点 然后把它贴上去 有钱想着和你不一样 为什么有钱总是会买一些 一般人不买的东西 赶快来了解 我其实是要导引他们到这个网址来 那是购买页的网址 我按储存 你看一二三四顶多就四行而已 那很快就出现这一个网址了 如果你写太多行字 然后这个网址跑到很下面去 人家必须要点那个详情 点开之后才看到这网址 所以尽量把这网址摆在前面三行 或者是这个第四行就把它出现 让一般人可以容易点击得到 好 接下来我们就去来刊登这一则影片的广告 第一次我们先让这一个影片广告 有大量的曝光机会 所以我们用最简单的 加强推广贴文点下去 然后呢 这边我们让他加入一个按钮 因为右下角有个按钮的话呢 人家会比较容易点击 所以我们就把它按 了解详情 了解详情 然后为此按钮选择连结 这个连结呢 我们就是要把它连到这个销售页去 然后呢 我把这销售页的网址复制起来 再到这边来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 这个就是选择你想要导引用户前往的网站网址 所以我把它贴上去这边 那这个销售页 它并不是网站本来的这个网页里面 所以它这边只是一个强调 强调这个 这个影片的说明 让希望消费者去看完我的这个完整的影片介绍 因为我在这个 这个脸书的粉丝专业刊登这个影片啊 并不是完整的影片 我是希望把它导引到看完这个完整的影片 这完整影片大概有四分多钟 快五分钟 那刚刚这个才一分多钟而已 所以它只是截取片段而已 然后我希望把它导来这边看完整的影片 所以我就在这边先设定一下了解详情 希望他们去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广告受众的部分呢 我就先选择第一个锁定的目标对象 然后我按编辑一下 去设定一下目标对象 目前地区性我不要选 我就选择台湾就好了 因为这个全台湾的人都可以购买 他没有地区性的选择 所以我选择台湾就好了 然后年龄层呢 大概设定一下 我会买这种古董操的人 应该会有一点年纪 我自己猜的 那我们就选28好了 到65岁 到60岁好了 也许都有可能 我们第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很Rough的 很大约式的 去触及非常多的人 然后让这个影片的触及率 让很多人看到 是不精准的方式 第一个广告是不精准的方式 就是等到 譬如说看到人 如果有5万人的话 然后我们再去从5万人里面抓取 有把影片看完的 95%的人 也许就能够抓出200人 那抓出200人 其实只要抓出最少100人 但是人越多其实越好 会越精准 你就把它抓出这个 自定受众200人 然后我们再去设定 这个200人的 这个类似受众 然后类似受众 就是我们的陌生开发族群 所以我们第一个广告 一定是先比较属于乱枪打鸟的 为了从5万人去抓出那个200人 最主要的目的是这样 所以这是要循序渐进的 OK 然后这个包含下列的这个就 你可能选一下 比如说收藏 兴趣是收藏的 你的广告受众太过特定 因此500显示广告 所以他就是告诉你说 你这个人数太少了 如果是台湾 然后借以这个年龄层的 然后721万人 为什么这样他还说 选的太少 奇怪 但是他这边有秀出来 就是潜在的收藏人数 只有19000人 所以他跟我说 太少了 无法显示广告 代表什么 代表他跟我收比较多钱 就是你要让更多人看到就对了 好啦 那我们再选古董好了 哇 变成77 77万人 收藏人数77万人 哎 这不错 OK 那77万人其实够多了 很棒 那就真的这样去做储存好了 OK 这时候 我们设定总预算 比如说我希望他跑 一天 跑一天 然后一天我要花掉多少钱 大概一天花500块好了 如果你一天只花个几十块 实在很难 很难去抓到你要的人数 然后我设定500块 也只能抓到顶多 1500到4000人而已 所以我如果下1000块呢 他可以抓到2700到7100 他从中间里面就有可能抓出 比较精准的收藏族群 好 那我一天先设1000块好了 然后呢 看灯截止就是9月19号 今天几号 今天18号 所以到明天就截止了 OK 好 那1000块去做测试 OK 加强推广 正在提交 正在提交 好 审查中 审查中 那之后呢 如果这边广告看出去的话呢 这边就会开始 广告中就会看出来了 好 那我们就等他审查吧 这是最简单的 看到影片的广告方法 就是推文 把你这个文章推出去 那现在你看到这边还没有按钮嘛 如果他审查过之后 这边就会跑出详细了解的那个按钮了 好 现在已经刊登出去了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本来的 本来上架的影片 如果是没有加强推广贴文的话 他不会有个按钮 然后我们刚刚这个加强推广贴文 有设定按钮了解详情嘛 所以他这边就会出现一个了解详情 然后点击之后呢 就会连到我们刚刚设定的这个网址 让他前往去观看 所以呢 目前这边还会显示出这个上余多少钱 因为我刚刚登1000块嘛 所以现在变成993块 已经花掉了7块钱了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会有出现 假设 假设你没有登广告的话 你不会看到那个橘色的那一根条状 条状的这个进度表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显示比例 品牌合作226 就是代表登广告之后产生的这个观看率 就是226个人已经观看了 然后自主点击自主167 就是167个人看 所以他这边写说 以触及393名 就是这个167加上这个226 那等一下呢 再过一阵子 当这个花费如果越扣越少的话 就代表看的人会越来越多 那这个深橘色的这一个条状 就会越来越长 就会往左边 这个界线就往左边靠 代表什么 就是代表付费 看到接触到的人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橘色的会 范围会变大 然后往左边靠 然后这个自然触及 这个自主就代表自然触及 就是比如说你粉丝团本身的一些粉丝看到的 就是他自然扩散率的部分 然后这个品牌合作就是付费的地方 那假设说你今天这个影片 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话 其实还会引发一个效应 就是被分享 被转分享 所以如果你越用心的话 你的触及率就越高 因为有人帮你转分享的话 那你的这个自主触及率就会增加 等于说那些帮你转分享的人 他们的朋友也会看到他们分享的影片的这一则讯息 那最大好处就是你没有花太多钱 那就会增加曝光率 这是最棒的 假设你今天一毛钱都不花 可是这个影片非常有价值 很值得去转分享的话 那也许你光是靠转分享的那个曝光率 就已经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所以要嘛你就是花大钱去大量曝光 要嘛你就是创造非常值得分享的影片 那如果一半一半 其实你有时候是运气运气 你想你觉得你创造东西很有价值 那不见得有人分享 那你就只好买广告 所以这个要去权衡你的那个内容跟你的时间 因为有时候创造一个很棒的内容 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那不如打广告还比较快 所以这个是必须做衡量的